大家好,欢迎收看流浪移民日志 Wonderful Immigrant Channel 好,我是DJ Wang 各位看到了没有,今天是在外面户外视拍 今天这个视频是关于看房子 DJ Wang带大家来看加拿大房子的第一集 今天我要带你们去看房 第一集好,为什么要看房呢? 因为主要是,我最近想要买房子啦,坦白讲 然后就加拿大房子,简单来说粗暴是分四种 第一种呢,就是Single House 就是一般大家常看到这种互动的房屋 第二种呢,就叫做Duplex 就是移动房子差一半 然后有一户变成两户 就这叫Duplex 我会比较便宜一点,相对来说 那他们这两种都有自己的土地 那第三种呢,就叫Town House, Town Home Town House, Town Home的话呢 就是如果你的budget,就是预算更加不够的话 你可以再退而求其次,就选择这个Town House, Town Home 那也就叫做排屋啦 最后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台湾、韩国、香港朋友都会知道的 Apartment,也可以叫Condo 好,那跟各位来看一下 这边就属于Single House的社区 好,很明显 很明显 很明显 我现在大家看的右手边 这个地方就是属于Single House 很明显 这是属于Single House House 那就是都动的 然后它,左右两边各有自己的一个 就是小花园 然后后面它有花园 它自己的 那这个房屋的话 它根据你的地段 然后后面的公园啊 它的view 就是你的风景啊 然后价钱都会不一样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我们这一边哦 然后这一边呢 看到没有哦 右眼下不太一样哦 那这边呢就属于DoubleX 就是我刚跟你说的 你将一间独栋的 把它拆成 把它拆成两半 就变成有两户住在一起哦 这就属于DoubleX 那在你预算有限 但是你又想要保有隐私 还有自己的空间 那这个就是DoubleX 就是你的 要选择了 好 那DoubleX看完之后 是不是有点 就大概这样子 会分得出来 什么是什么哦 好,那我现在 我的低血蛙 就带大家 去看 我想要买的 Town House 那为什么我想要买Town House呢 因为 不急啊 这个这个摄影就有点外外的 OK好 因为不过急 不过急啊 就是 比较便宜一点 会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一点 它就是你刚好介于在Apartment 还有Single House 的之间 应该这么说 是在Apartment跟DoubleX之间 会相对便宜很多 那 我主要是想要买 投资屋 就我不是自助 我是打算用来投资的 那投资的话 我就 就是只有两个选择吧 要么就是买新屋 尴尬的 要么就是买 二手屋 废话 现在 卡加利的房市太火热了 如果你想要在我预算的范围内 买新屋的话 我就势必要来 这一区啊 各位看一下 这边就属于Town House 它就明确的 保有一些隐私 然后还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空间 然后两层楼 或是三层楼 看你盖的年份 当时的流行的这种设计 有些是两层也有三层 然后不同 还有自己的独立的小小的土地 好 好 那我们边聊边说 关于 卡加利房屋的这种情况 还有不同国籍人士的地盘分布情况 关于卡加利的地盘分布 好害怕 吓死我了 真的不错 这个可以买 这区可以买 好 好 跟各位说一下 通常这个社区同时建起来的 那通常Condo 或者是Apartment 会在大马路旁边 好 那地段会比较好 连着公园啊 景气会比较好 而且就是Single House 所以它房屋架 叮叮叮叮 好 这是一个 你有这个心理股 就是你可能 买 零排屋的话 是Town House的话 是Town Home的话 你就需要 在这马路旁边 那相对的物价 就 那物的房屋价钱就是 好 好 先这样 请不吝点赞